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被問到行會成員葉劉淑儀建議 禁止香港人擁有雙重國籍 包括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 林鄭月娥說中英政府對BNO有共識 有人單方面偏離 另一方有行動是理所當然 但強調行會目前沒有討論過相關的建議 提出這個建議或提出這些意見 是一位建制派甚至一位行會的成員 我不想大家有後悔我們在行會 在行政會議討論過這個議題 行政會議並沒有討論過這個議題 中英兩國政府對於如何處理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是有一個共識 如果現在有人單方面偏離了這個共識 對於另一方要採取一些行動 這也是理所當然 不過到目前為止 我並不知道有任何具體的方案在討論 更不存在特區政府提出了如何應對措施 他又回應警方已涉嫌違反國安法 拉了53個協調和參與初選的民主派人士 說香港是法治社會有政治理念 亦都不能夠免除法律的制裁 國安法是香港法律 如果有法不依就是形同虛設 被問到公職人員宣誓問題 他說現時香港法律對公職人員的解釋有不同 他認為區議員和選委會委員應該優先被視為公職人員 要跟國安法宣誓 來定定議之後會盡快提交立法會 現在國安法裏宣誓的要求是比較闊的 是第六條的公職人員 但是香港的法律就著公職人員的解釋 是有很不同的 有些是闊得很緊要 有些可能也是比較窄 所以我們還在清晰地來定這些公職人員 不過很簡單或是常理來說 你剛才提及過兩類人士 一類是區議員 一類是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前者是一種在政治體制裏 雖然沒有政權的組織 區議會也是一個重要的組織 後者更加重要 他們是肩負選出一位行政長官的責任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們應該優先被視為公職人員 而需要按照國安法宣誓 林鄭月娥又說 過去一個星期的疫情反覆 情況令人擔心 現在不是放鬆的時候 農曆新年要平靜度過 不過他說要求相關部門 研究可不可以局部給某些行業服業 條件下業界做足防疫措施 員工願意檢測 和安裝安心出行業為碼 二人 預約 這裡